周末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其实有感而发想聊一些东西 从哪入手呢 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吧 给大家讲关于一个意大利男生的故事 这个意大利男生从小生活在 米兰的一个书香伦地的家庭 他的家人中有一位在意大利非常知名的 而且得高望重的语言写家 所以从小受家庭的熏陶 这个男生就很有语言天赋 长大以后也成了一个在米兰非常优秀的 记者兼作家 不仅如此 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他还特别特别的爱国 当然是爱意大利 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 守护意大利人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 当然他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意大利左派 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白左 作为一个意大利的爱国左派作家 他有一点很与众不同 他生活在中国 他在中国工作缴税投资安家享受生活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 他非常了解中国 但是他一直拒绝融入 他一直坚持以一个意大利白左的视角去观察中国 并把他观察到的 以白左视角下观察到的真实的中国写到他的作品里 所以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影响到了很多青少年 尤其是在近几年 在中国慢慢崛起 中国的影响力在欧洲逐渐壮大的这个情况下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 很多欧洲的青少年 沉迷于中国风不能自拔 我这话呀可一点都没有夸张 举一个例子 就是上周的时候欧洲最大的短视频平台TT上面 就是热搜榜排名靠前其中的有一个视频 浏览量非常大 视频的名字叫做中国那些美的像仙境一样的地方 短短16秒的一个视频啊 就是介绍了几个中国的名胜古迹 在短短的几天内 在全欧洲的这个播放量高达4300多万 这个播放量是很惊人的 就是这么一条短视频 让一众欧洲的坐中国线的旅行社赚的盆满钵满满 因为下个月马上到了欧洲人的暑假了 他们是全民都要放这个暑假的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很多的欧洲人 尤其是年轻人 因为这一条短视频 买了下个月去中国的机票 旅行社最近非常非常的开心 还有就是中国这两年的这个仙侠剧 对欧洲的青少年的影响蛮大的 不要以为只有在国内有专门做美剧的这个英文字幕组 在意大利也有专门做中剧的东文字幕组 尤其仙侠剧是在这边是非常受青少年欢迎的 就是我是前年的时候吧 我就被反向 被我的意大利同事反向安利了一个国内的仙侠剧 就到办公室 那个意大利的小姑娘都问 安利利你是香蜜女孩吗 我说啥叫个香蜜女孩 听得我一脸懵逼 然后他们的意大利小姑娘都很惊讶 说你是中国人 你竟然不知道香蜜 我说啥叫香蜜 我都不知道香蜜是个啥 后来才弄清楚 原来是个仙侠剧 就类似于这样的仙侠剧 在意大利青少年中 尤其是少女中 特别特别火爆 因为可能符合了少女的那个遐想 很多欧洲的年轻女孩子 看了那个谈恋爱的仙侠剧以后 就觉得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 人们都是这样的仙气飘飘 是非常向往的 很多年轻人可能看了 这样几条爆火的 关于中国的短视频 马上下个月就会买去中国的机票 但是这一位 左派的意大利作家的书也好 文章也好 打破了很多意大利年轻人 对中国人的幻想 他是从一个白左的视角 向意大利的青少年 展示了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中国 你不能说他是虚假 比如说 这个已经过去的 欧洲人称之为 骄傲的六月的这个概念 在中国就是没有的 在中国学校也好 主流社会也好 可并不鼓励未成年人 去变性或者变装 因此未成年人就会选择 就会少了这个 性向选择的这个权利 再比如说 他也会打击到 这些幻想中的少女 比如说他会告诉他们 在真实的中国 女孩子们到了夏天 可能穿衣服也并没有 真正的穿衣自由 在40度的高温下 在中国的公共游泳池也好 或者海平浴场也好 女孩子们可不能裸露上身 是违法的 再比如说 他的书中也会提到 中国家长的 对孩子的那个管控 是非常严的 你要在中国 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就怀孕 可能真的会被家长打断腿 再比如说 他的文章中还会提到 就是毒品这个事情 在中国是被 明令禁止的 中国人很重视 禁毒这个事情 哪怕是在欧洲 非常多的国家 已经合法的一些软性毒品 在中国也是被严厉打击的 由此青少年 又会少了一部分 很大的乐趣 以及青少年时期的男孩子们 你们在成人礼的那一天 如果在中国 大概是没有可能 能要到一个 能请到 花不多的钱 就能请到一个脱衣五娘 到你的生日派对上 来为你亲生的 尤其这是 这是你成长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等等等等 此类 总之他想表达的 就是一个完全 意大利白左视角下的 这样的 以青少年的角度切入的 说你可能 在真实的中国 作为一个青少年 你要生活在中国的话 可能就会少了 你青春中很大的 一部分自由和乐趣 总之他从一个 白左的视角 去观察中国 他的作品中 会呈现出 中国人的价值观 和意大利人 是格格不入的 我相信他的作品 一定会影响到 很多意大利的年轻人 断了他们 去中国工作 或者生活的念想 年轻人在看到 他的东西以后 会觉得 中国真的很不自由 去了中国 大概会跟进了牢笼 一样 失去人生中的很多乐趣 他的作品 一定起到了 阻止很多年轻人 去向往了解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当然不光是这些 他的作品 也是意大利好几个 反华媒体的专栏作家 在中国发生一些 一些时政要文的时候 他也会被邀请 去写一些文章 比如说什么 那个鼠头变压 不是这样的事 如果到了他的 这个我没有看到他写 但是我能想象 他一定会写 类似这样的东西 到了他的文章里面 一定会由这样一件 极其个例的事情 去深入挖掘出 中国食品安全 有多堪忧 再比如说什么 四川女大学生 在那个地铁上被偷拍 只是通过这样一个 乌龙事件 他可能也会深入的 去挖掘这背后 中国男人这个庞大的群体 有多可怕 总之调查记者 要干的不就是挖掘 每一件社会实时 实时背后的深度的东西吗 尤其他是一个爱国的 白左的作家和记者 他一定会站在他的视角上 去描述 去观察描述这一切 总之就是这样一个 非常优秀的意大利左派作家 独立调查记者 站到意大利人的角度来看 他对国家的热爱 对意大利人价值观的守护 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 也大概也应该有了 一个这样的判断 我之所以会提到 他是因为这个人 是我的前男友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都是年轻人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年轻的人的时候 我们相遇了 然后相爱了 还差一点结婚 大概最后没成 我到现在 刚刚还跟我老公聊 我非常庆幸 我年轻的时候 对爱情婚姻这个事情 就是很理性的 否则要开始一场悲剧了 大概不用我解释 大家能看出来为什么 其实我跟他之所以 能相遇能相爱 本质是因为我们是一类人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白左 我是一个中国的脊左 我们是很相似的一类人 但注定我们一定会成为 对立的对立面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 没有走到一起 之所以会想到 我这个前男友 是因为今天下午 不是看了一场直播吗 又看到其他海外的 爱国主播的直播间里面 有一种反贼来挑衅 还是他们反贼群里面的 老一套话术 你生活在美国 还说美国不好 用这个东西来赚爱国流量钱 来赚中国人的钱 在美国享受生活 给美国人缴税 你就道德有瑕疵 你就有问题 就这些孙子 老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去指责这些海外的爱国主播 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人 真的是因为 给什么 给挣中国的人的钱 给美国缴税吗 不是 其实他们最生气的一个点 是你侮辱了他们的精神祖国了 你说他们杨爸爸不好了 这才是他们最生气的点 但是他们又不敢 大大方方承认 谁侮辱我杨爸爸我就咬谁 他们不敢 他们一定要带着 那个李中克 道德之上的那个王八壳子 来指责你说 你家爱国流量钱 说你既然说美国不好 为什么还要生活在美国 我今天看到这些直播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所以突然想到了 我这样的 我这个前男友 他作为一个爱国的意大利白左作家 生活在中国已经二十多年 可能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 他还会生活在中国 甚至有一天可能会葬在中国 但是他真的热爱中国 他这么几十年来 一直不遗余力的 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从一个意大利的白左视角 去观察中国 并且向他的祖国的年轻人 输出他的价值观 用他的话说 他是在保卫意大利人的价值观 在避免意大利的青少年 受到像中国这样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他这几十年 生活在中国 他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我们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 去看这样一个外国人 他到底是热爱意大利 还是热爱中国的 这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没错 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 给中国缴税 在中国消费 但我们因此能说 他对中国的奉献大吗 他对中国的贡献大 还是对中国文化输出的阻碍大 这个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没错 他离开意大利几十年了 但是他还在意大利出书 挣意大利人的钱 但我们因此能说 他对意大利价值观的守护 是没有一点作用的吗 更别说现在很多反华的白左党 在拿着他的作品说事 当做攻击中国的 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 生活在中国几十年 离开意大利几十年的意大利人 到底对中国的贡献大 还是对意大利的贡献大 他到底热爱哪里 他屁股到底坐在哪一边 这难道不是非常一目了然的事情 我经常 我之所以今天会提到这个人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反向思维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大家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 生活在海外的主播也好 博主也好 或者作家也好 就是我们这些人 生活在这里就热爱这里吗 我们的强有力的价值观输出 对祖国是无益的吗 我们到底是对这里的贡献大 还是对祖国的贡献大 套用在这个意大利人的这个案例上 难道也不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东西很难判断吗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反贼 拿这种一目了然的东西 去混淆视频呢 谢谢大家